松鼠一般养多久才认主人这个问题 我们要区分来看 一个是从小手养大的松鼠 另一个是我们买回来的一个成年的大松鼠 前者从小养的话 他一般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他就已经认识谁是他主人了 因为在这个之前 可能他会通过气味 他去熟悉你 之后随着他慢慢睁眼 然后视力发育到一定程度 能辨别一些事物之后 他就可以配合视力和嗅觉 来去区分谁是他亲近的人 和谁不是他的亲近的人 一般来说松鼠认主的话 他只认识一个人 所以说不要给松鼠制造一个 多主人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他困惑 也很容易让他分辨不清 到底谁是他主人造成的一些误伤 另一种情况就是买了一只成年的大松鼠 这种松鼠是非常非常难 让他去认识一个主人的 因为在你买回来的 他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成熟的水平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 人类对他可能有一定威胁了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你想让他认识一个主人的话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 并且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很有可能失败的 总的来说 我们一般建议在思想松鼠的时候 从幼年开始思想 差不多刚刚断奶为准 在这个阶段是比较容易思想 同时他在熟悉主人的过程 也是非常顺利 并且非常简单的 感谢观看